新闻的最后 让我们来关心气象的消息 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 受到南方云系北宜 和东北季风的影响 让台东地区在5号都有降雨的情况 温度也会稍微的转凉 台东气象站表示 在6号的天气状况会和5号差不多 到了下周二天气才会好转 提醒民众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携带雨具 中央气象局指出 目前台湾受到南方云系北宜 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 今天台东地区云量较多 各乡镇都有下雨的几率 民众也纷纷穿起雨衣骑在路上 台东气象站表示 明天的天气状况会跟今天差不多 这几天台东地区是阴有雨的天气形态 那主要是受到南湾雨性指 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沿海空外地区会有8到99强震 那在台东市区从昨天到目前 这几天下13.5的雨量 那明天天气形态也是跟今天类似 那天气要比较好转 会从7号开始会转回 英时多余短暂的天气 所以今明两天民众出门 应该要带雨具 气象站特别强调虽然下周二雨是会缓而下来 转为晴天多云的天气 但是下周三开始则会有新的一波冷空气来到台湾 好天气应该会到周三以后 可是周三以后温度会有感的降低 看来会受到强烈到冷气的影响 那台东地区温度会在13到18度之间 今年第一号台风布拉湾 以及减弱成为热带低气压 不过外围的水汽将逐步的北上 导致台湾各地水汽增多 气象在提醒民众 最近这几天出门 一定要随身攜带雨具 记者 再看 同时报道